股价会涨 有时就是说故事比赛 股价会涨就是市场在说故事比赛 只是看谁说得好 说得漂亮 但故事有真有假 那该如何分析呢 我的分析方法就是使用股神系统 卫生在103年6月26日创历史新高424元 而在创高后股价高档震荡 7月28日报债 卫生上半年获利年增近8成 这真是一个大力多消息 但从股神系统来看 卫生在7月出现卖讯且股神三线转空 这代表着不能再买了 果然 卫生在8月7日跌到两个月新低 这证明了即使市场充满了利多消息 也要有一个准确的工具来帮助分析和判断 使用精确的工具进行市场分析的重要性 只有依靠科学的分析方法 才能在股市中做出名字的投资决策 帮助投资者在市场中找到真正的机会 实现稳定的投资回报 张雨鸣分析师在YouTube频道里面 搜索的关键是 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 持续来观看追踪 张雨鸣的YouTube频道